日前台湾发生了美农大地震重创台南 而在美国月简聊华人团体为了表达慰问之情 他们是将已经筹到的善款送到台湾 也希望这笔善款能够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6号清晨南台湾发生规模6.4级强烈地震 给台南市造成严重灾情 台湾侨胞密切关注在第一时间发起捐款活动 26号美国月简聊华人团体和个人共筹的捐款4万5千多元 即日汇到了台湾救助的单位 并请诸洛杉矶经文处处长夏季昌和乔尔中心主任翁桂堂 转达月简聊华人对灾区同胞的亲切慰问 我们台湾同胞跟我们水浓浴水 我们付出一点爱心来帮助重建家园 16号当我们看到这个报纸登台湾灾难 我们月简聊的桥团是很热心 因为台湾的同胞跟我们就是血浓浴水 所以我们都很乐意来建出来 所以每个桥团它用自己的名义来建出来给台湾的同胞 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月简聊的桥团各位好朋友们 他们其实对我们南加州地区还包括我们台湾 其实非常的关心 那经过他们募款之后 他们这次的金额4万多块美金 那我们也会转送到我们国内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对我们这次地震受到影响的灾民 不管是重建工作方面 都对他们能够有所帮助 多位月简聊乔林表示 在天灾面前没有国界和肤色之分 更何况这次台湾的地震灾情惨重 虽然筹到的善款不多 但代表海外华人的一份关爱之情 他们希望受灾的同胞可以早日重建家园 恢复正常的生活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可能你要地震灾的到不不消息 灾灾的能够 最后就参照到什么